张恨水金粉世家第13回约指沟金明山结事后聊人杯酒小烟定情时 青秋下了车 叫门叫开 一直走回自己屋子去 冷太太在屋里问道 怎样到这时候才回来 青秋道 金家大小姐带我看戏去了 冷太太道 在哪里看戏 青秋道 是他家的亲戚家里 嗨 妈 不要提了 这两家房子实在好 冷太太笑道 你不要说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的话了 青秋道 金家那房子实在好 排场也实在足 由外面到上房里去 倒要经过三道门房 各房子里家具都配成一色的 地下的地毯 有一寸来后 青秋一面说话 一面走到他母亲屋里来 冷太太低头一看 只见他穿的那一双月牙段子鞋 还没有脱下 上面还有两道黑印 便说道 你上哪里去了 怎么把一双鞋弄脏了 青秋低头一看 心里一想 脸都红了 便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大概是听戏的时候 许多人挤 给人踏了一脚 冷太太道 他们扩人家里听戏 还会挤吧 青秋道 不是看戏做着挤 大概是下楼的时候 大家一阵风湿地出来 踏了我一脚了 冷太太道 你应该仔细一点穿 你穿坏了 叫我买这个给你 那是做不到的 青秋也没有再和他母亲分辨 回房换鞋去了 到了次日 忽然发觉身上掖的那条新手卷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一条手卷丢了是不要紧的 可是自己在手卷积脚上 挑秀了青秋两个小字 让人家捡去了 可是不便 想起来 记在钮扣上 是记得很紧的 大概不至于失落 一定是烟熙偷去了的 但是他要在我身上偷手卷 绝不是一刻功夫就偷去了 他动手为什么 我一点不知道 青秋这样一想 也不管那手卷是不是烟熙拿的 便私下对寒妈说 昨天我到金家去 有一条手卷丢在他家里 你去问金七爷 捡着了没有 寒妈道 一条手卷指什么 巴巴地去问人 怪寒称的青秋道 你别管 你去问就得了 寒妈因为青秋逼他去问 当真去问燕熙 燕熙道 你来得正好 我要找你呢 我有一个字条 请你带去 寒妈道 我们小姐说 他丢了一条小卷 不知道七爷捡着了没有 燕熙笑道 你告诉他 反正丢不了 这字条儿 就是说这个事 你拿给他看 他就知道了 寒妈听说 信以为真 就把字条拿了回来 青秋道 手卷有了信吗 寒妈将字条交给他道 你瞧这个 就知道了 青秋一看 只见上面写道 犹山之约 不可失信 明天上午十二时 我在公园等你 然后一路出城 青秋看了 将字条一揉 揉成一个小纸团 说道 这又没提手卷儿的事 寒妈道 七爷说 你瞧这个就知道 你 他不是说手卷 又说什么 青秋顿一顿 说道 是些不相干的话 说昨天到他家里去 他家招待不周 不要见怪 寒妈不认识字 哪知他们葫芦里 卖什么药 也就不负再问 青秋等他走了 把柔的那个纸团 重新打开 看了一看 心里一想 到西山去 来去要一天整的 骗着母亲 说是去会同学 恐怕母亲不肯信 若是不去吧 又对烟熙失了信 愁出了好一会 竟不能绝 但是盘算的结果 赴约的心事 究竟战胜了他怕事的念头 次日一早起来 就赶着梳头 梳好了头 又催着寒妈做饭 冷太太道 你又忙什么 吃了饭要出去吗 青秋道 一个同学 要我到他家里去练习算学 冷太太见他如此说 也就不追问 一会儿吃了饭 青秋换了衣鞋 就要走 冷太太道 你这孩子 有几件好衣服 就要把他穿坏了事 到同学家里去 何必穿这些好衣服 青秋道 你老人家都是这样想 有了衣服 留着不穿 可是到了后来 衣服不识心 又要把新的改着穿了 冷太太道 你要穿就穿起走吧 别说许多了 青秋坐车到了公园 早见烟熙的汽车 停在门口 青秋走进去 摇摇地就见烟熙 在树林底下的路上 徘徊张望 他一看见 连忙迎上前来 笑道 你才来 我可饿极了 青秋道 你怎样饿极了 燕熙道 我没吃饭 等着你来吃饭呢 青秋道 你早又不告诉我 我已经吃了饭了 燕熙道 吃了饭吗 你陪我到大餐馆里 去吃点东西 成不成 青秋道 我吃了饭来的 我怎样又吃得下 燕熙道 我这是吃汗 说时连忙把话忍住了 青秋笑道 你就说我是丫头 也不要紧 我看你们府上的丫头 都花朵似的 恐怕我还比不上例 说着 对燕熙抿嘴一笑 燕熙笑道 不用着急 也许将来有法子证明 你这话不去 走吧 我们去吃点东西 青秋道 我实在是不要吃了 陪你去坐一会儿 得了二人走到露台上 捡了一副座头 燕熙便叫西仔递了菜牌子过来 转交给青秋看 青秋道 我实在不吃 燕熙道 不能吃 你就静坐在这里看我吗 青秋道 也罢 我吃一点果子冻 燕熙道 不可 刚吃饱饭 不宜吃凉的 于是叫西仔另送来一杯咖啡 放在他面前 自己一面自吃大菜 菜都吃完了 西仔送了一叠果子冻上来 燕熙刚拿了茶匙 将那块冻下的半片桃子一拨 只觉一个肺热的东西 按在手背上 低头看时 乃是青秋将喝咖啡的那个小茶匙 伸了过来 他笑道 刚才你不要我吃冷的 为什么你自己吃起冷地来 燕熙笑道 吃西餐是不计生冷的 但是你不让我吃 我就不吃青秋道 我也让你吃 你也让我吃 好不好 燕熙道了 一想说道 好 就是这样办 于是将这叠果子冻送到青秋面前 青秋道 你的给我 你呢 燕熙道 我只要一点 你吃剩下的给我爸 青秋用小茶匙划着一半冻子 低着头笑道 这样有钱的大少爷 又这样省钱 舍不得请人另吃一叠 燕熙笑道 可不是 不但省钱 我还捡人的小便宜呢 说时 在身上掏出一条手绢 向空中一扬 说道 你瞧 这不是剪便宜来的呢 青秋笑道 你不提起 我倒忘了 你是怎样在我身上 把手绢偷去的 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燕熙道 其但手绢而已栽 青秋见他话中有话 也不往下问 只是用那茶匙去翻果子冻 一点一点向嘴里送 约摸吃了一半 将碟子一推 笑道 太凉了 燕熙见他将碟子推开 顺手一把 就将碟子拿了 放在面前 青秋笑道 你真那么馋 把他拿下去 把燕熙不达 带着笑 一会儿功夫 把两片桃子 半块冻子 一阵风湿地吃下去了 抬手一看 手表 已是一点了 便问青秋道 我们到香山 还是到八大处 还是到汤山 青秋道 谁到汤山去 那是洗澡的地方 就是香山 把燕熙 会了饭账 和青秋同坐了汽车 出了西直门 直向香山而来 到了山脚 燕熙扶着青秋下了汽车 燕熙问道 我们先到旅馆里去 还是先在山上玩玩 青秋道 我们既然是来逛山的 当然先逛山 燕熙道 你不怕累吗 青秋道 我们在学校里也常跑着玩 这点算什么 说时 两人顺着时间 上了一个小山坡 青秋付着那柄小丑伞 越走越望后锤 竟有付不起的样子 站在一个小坦地上 抽出手绢来开汗 燕熙顺手接过伞 笑道 怎么样 觉得累吧 那边上甘露旅馆是很平稳的 上那边去吧 于是燕熙站在青秋身后 撑着伞 给他遮住太阳 向这边大道而来 走到甘露旅馆 靠着露台的石栏边 捡了一副坐头坐下 茶房送了茶来 燕熙便挣了一杯 放到青秋面前 青秋笑道 为什么这样客气 燕熙笑道 古人不是说 相敬如宾吗 青秋端起茶杯来 瞎了一口 却是没有作声 燕熙喝着茶 朝东南一望 只见山下青纱涨起 一臂万寝 左一层右一层的绿树 在青地里簇拥起来 里面略略露出乌角 冒着青烟 再远些 就是一层似烟非烟 似雾非雾的东西 从地而起 圆与天接 燕熙道 你看 到了这里 眼界是多么空阔 常常得到这种地方来坐坐 岂不是好 青秋笑道 可惜生长这种地方的人 他领略不到 能领略的人 又没法子来 燕熙道 为什么没法子来 坐汽车来也很快的 一个钟头 可以到了青秋笑道 这是你少爷们说的话 别人家里 不能都放着汽车 预备逛山用吧 燕熙道 我不是说别人 我是说你呢 青秋道 你说我 我有汽车吗 燕熙道 你自然会有的 青秋见他说到这句 抓了碟子里一把瓜子 放在面前 一粒一粒捡起来 用四体雪白的门牙 慢慢地刻着 心里可是极力地忍住了笑 燕熙又追着问道 你想 我这句话在里吗 青秋微笑 点着头道 在里在里 我若不是有道法 可以变出一辆汽车来 就是做个女强道 想一辆来 燕熙道 都不用 你自然会有 你看我这话 对不对 青秋笑道 你这话 或者也对 或者也不对 我可不知道 燕熙道 老实说了吧 我有汽车 就等于你有汽车 青秋听了 只是不作声 燕熙说了这句话 似乎到了极点了 要怎样接着往下说 也是想不起来 于是两人相对默然 坐着喝了一会儿茶 燕熙指着右边一片坦的 说道 那边的路很好走 我们到那里散步散步去 青秋道 刚坐一会儿 又要走燕熙道 那里有一道清溪 水非常的清 咱们看看鱼去说道 燕熙已站起身来 青秋虽不大怨去 也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 走到那溪边 一片树荫 映着泉水都成了绿色 东南风从山谷中穿来 非常的凉爽 靠着溪边 一块洁白的山石 青秋斜着身子 坐在石上 向青溪里面看鱼 燕熙在石头下面 一块青草上坐了 两只手抱着膝盖 望着青溪里的水发呆 青秋的长裙 被风吹着 时时刮到他的脸上 他都会不知道 半上 燕熙才开口说道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 你明白吗 青秋依旧脸望着水 只是摇摇头 没有作声 燕熙道 你不能不明白 前天在王家花园里 我已经对你说了一半了 说时突然站立起来 一只手牵着青秋的手 一只手在袋里 摸出一个金戒指来 青秋回头一看 也站起来了 且不将那只被握的手夺回去 可是另伸出一只手 握住燕熙 拿戒指的那只手 燕熙见他这样 倒是有拒绝的意思 实在出于不料 青秋也不等他开口 先就说道 你这番意思 不在今日 不在前日 早我就知道了 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 你是什么门第 我是什么门第 我能这样高攀吗 燕熙道 我真不料你会说出这句话 你以为我是假意吗 青秋道 你当然是真意 燕熙道 我既然是真意 你我之间 怎样分出门第之剑来 青秋道 你既然对我有这番诚意 当然已无门第之剑 但是你家老太爷 老太太 还有令兄令子 许多人都没有门第之剑吗 青秋说完了 撒开手 便坐在石头上 捡着石头上的小沙子 缓缓地向水里扔 只管望着水出神 燕熙道 你这是多虑了 婚姻问题 是我们的事 与他们什么相干 只要你爱我 我爱你 这婚约就算成立了 况且我们家里 无论男女 个人的婚姻 都是极端自由的 他们也绝不会干涉我的事 青秋道 我问你一句话 府上有人和平寒人家 结亲的吗 燕熙道 有虽然没有 可是也没有谁 禁止谁和平寒人家 结亲呀 婚姻既然可以自由 那我爱和谁结婚 就和谁结婚 家里人是不能问的 况且你家不过家产薄弱一点 一样是体面人家 我为什么不能向你求婚 青秋道 你说的话都很有理 我不能博你 但是我不敢说 府上一致赞成燕熙道 我不是说了吗 婚姻自由 他们是不能过问的 只要你不嫌弃我 这事就成立了 慢说他们不能不赞成 就是实行反对 他还能打破我们这婚约吗 你若是拒绝我的要求 就请你明说 不然 为了两家门底的关系 将我们纯洁的爱情发生障碍 那未免因小失大 而且爱情的结合 只要纯正 就是有压力来干涉 也要冒万死去反抗 何况现在并没有什么阻碍发生呢 青秋坐在那里 依然是望着水出神 漠然不做一声 燕熙又握着他的手道 青秋 你当真拒绝我的要求吗 是了 我家里有几个臭钱 你嫌我有童秀气 我父亲我哥哥都做官 你又嫌我家是官僚 没有你家干净 对不对 青秋道 我不料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这简直不是明白我心事的话了 燕熙道 你说怕我家里人反对 我已说了 不成问题 现在我姨 你嫌我家不好 你又说不是 那么 两方都没有阻碍了 你为什么还没有表示 青秋坐在石上 目光看着水 还是不作声 不过他的脸上 已经微微有点笑容了 燕熙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说道 你说 究竟还有意义没有 青秋笑着把脸偏到一边去 说道 我要说的话 都已说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燕熙道 你总得说一句 我才放心 青秋道 你叫我说什么呀 燕熙笑道 你以为应该怎样说 就怎样说 燕熙越逼得厉害 青秋越是笑不可意 索性抬起一只胳膊来 将脸藏在袖子下面笑 燕熙把他的胳膊 极力地压下来 说道 我非要你说一句不可 这样吧 省得我不好直说 你也不好直答 我说句英语吧 你不答应我 我今天就和你在这里站到天黑 由天黑站到天亮 青秋把头一摆 笑道 我不懂英文 燕熙道 不要客气了 你真不懂吗 我就直说了 于是一只手拿出戒指来 给青秋看了一看 问道 青秋你愿 青秋不让他说完 连忙将手卷捂住燕熙的口 笑道 别往下说了 怪不中听的 燕熙道 这就难了 说英国语 你说不懂 说中国语 你又嫌不中听 就这样糊里糊涂 就算是吗 那么 这戒指戴的也没有缘由了 无论如何 我总要你说一句 青秋道 你实在是太麻烦 你就说句英文试试看 燕熙道 我说了 你要不答应 我这话可收不转来 青秋道 我若是答应不来 怎么办呢 燕熙道 很容易答应的 你只要说一个字 答应一个yes就行了 你说不说 青秋笑道 就说一个yes吗 这个总行的吧 燕熙道 你不要装傻了 也不要难我了 我可说了 你可要答应 青秋笑道 当真光说一个yes吗 那或者行 燕熙道 不要或者两个字 要光说行 青秋笑道 就不要或者两个字 你说吧 燕熙于是将青秋的手 举起一点来 他也微微地伸出无名指 意思是让他戴上戒指 燕熙便道 Elaveo 青秋早是格格地笑起来 哪里还说得出话 燕熙道 怎么了 你不答应我吗 青秋被他逼不过 只得点点头 燕熙道 你这头点得不凑巧 好像是说不答应我呢 青秋道 别麻烦了 我是答应你那句英文呢 燕熙道 在此时间 那一班游客果然渐走渐进 青秋当着人 慢慢地步回原路 燕熙没有法子 也只好一路到旅馆里来 青秋坐下 低头将戒指看了一看 于是对燕熙道 我有一句话说 你可别疑心 这事情 我母亲同意不同意 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得慢慢地和他去说 在为和他说明以前 我这戒指暂时不能戴着燕熙道 那是自然 但是我看伯母的意思 对我并不算坏 绝不会不赞成的青秋道 我也是这样想 不至于不赞成 这个我倒不担心 我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一方面 你上面有好几位老人家 又是大家庭 你回去一说 他们要知道是我这样一个人 一定舆论大花起来 就是你 恐怕野兽种 燕熙道 你总是这一点放心不下 我就斩钉截铁说一句 就让他们不赞成这一件婚事 我和母亲私下开谈判 请他给我们几万块钱到外国留学去 等我们闭了夜回来 我们自己就可以称职门户 那个时候 他们绝不能对我们怎样了青秋道 照你这样说 倒是很容易解决的 不过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燕熙道 有什么难 我说要去留学 家里还能不给钱吗 只要他给钱 我们就随便什么时候 都可以走了青秋道 照你说 样样都有理 只是你将来能有这个决心吗 燕熙道 怎么没有 我能说出来就能做出来 你尽管放心 不要怀疑 我若说了不能履行 就是社会所不齿的人 永不将金燕熙三个字 和社会见面 青秋孝道 你为什么发急 燕熙道 我不启示你不相信 那有什么法子呢 青秋孝道 这是你自己要这样 并不是我逼你的呀 燕熙道 这是我诚意地表示 非这样 你不能放心地 青秋道 你不要提了 说别的吧 燕熙道 我心里很快乐 仿佛得了一种可爱的东西一样 可是又说不出来 你也是这一样吗 青秋抿嘴一笑 燕熙道 我们吃点什么 青秋道 你不是吃了饭出城的吗 怎样又要吃东西 燕熙笑道 我们似乎当喝一杯酒 庆祝庆祝 青秋道 我可是什么也吃不下 燕熙道 坐在这里也是很无聊的 我们顺着山坡 到山上去玩玩 走饿了 回来再喝酒 青秋道 我走不动燕熙道 路很平的 而且也不远 青秋笑道 我穿着这白段子鞋 回头只剩光鞋底了 燕熙道 鞋子坏了 你要什么样的鞋子 我打一个电话到鞋庄上去 就可叫他们送到家来 指什么 青秋道 不怕晒吗 燕熙道 我们捡一个树荫坐下 不很凉快吗 青秋道 山上没人 灌冷静的 燕熙道 游山自然是冷静的 难道像前门大街那样热闹吗 青秋笑道 我怎么样说 你怎么样答复 你总是对的 燕熙道 并不是我说的完全就对 实在因为你问的是诚心搅扰 所以我一说 你就没有法子回答了 别麻烦了 走吧 于是燕熙在前 青秋在后 两人一同走上山去 这一去 一直过了好几个钟头 等到太阳偏西 方才回到原处 燕熙道 由山上走来走去 现该饿了 我们应当吃点东西吧 青秋道 你老要我吃东西做什么 燕熙道 我不是说了吗 庆祝庆祝呀 于是燕熙叫茶房开了两颗西菜 蒸上两杯葡萄酒 和青秋对喝 青秋将手抚摸着杯子道 这一大杯酒我怎样喝得下去 燕熙笑道 你喝吧 喝不了再说 说必将玻璃杯子对青秋一举 青秋没法 也只得将杯子举了一举 可是只把嘴唇皮对酒杯口上进了一进 就把杯子放下了 燕熙道 无论如何 你得真喝一点 这种喝酒 适合酒杯接吻 我不能承认的青秋对燕熙一笑道 你说什么 燕熙笑道 我没说什么 可是敬茶敬酒无恶意 你也不能怪我吧 说必 又举着杯子 青秋见他举了杯子 老不放下来 只得真喝了一口 燕熙道 你那杯也太多了 我只剩小半杯呢 你倒给我喝吧 便将青秋大半杯酒接了过来 向自己杯子里一清 剩了一个空杯 然后再将自己杯子里的酒 分了一小半倒在那里面 青秋笑道 这为什么 你发了呆吗 燕熙道 酒多了 怕你喝不了 给你分去一点 不好吗 于是将酒杯递给他道 你喝青秋拿着那个杯子 他不肯喝 只是红着脸 笑嘻嘻的 燕熙道 你为什么不喝 青秋道 你心里不准 又再那倒什么鬼呢 燕熙也笑道 你知道就更好了 那是非喝不可的 青秋道 你这人说起来样样闻名 为什么这一点 这样顽固 燕熙道 我就是这样 闻名的有趣 我就闻名 顽固的有趣 我就顽固青秋 见他说的这样顽皮 也就笑起来了 这一天 他们一对未婚夫妇 在香山闹了一个性进一族 西洋下山 方使进城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